哈喽大家好我是飘领 今天的视频呢是要对比这两款 Charky的新娘 一个是NECA的 还有一个是MAC法兰的 MAC法兰这款呢 应该是出了大概能有个20年了吧 它应该是一个非常老的产品 所以呢 把它们两个放一起比较呢 可能并不是太公平啊 但是我们今天主要是看一个 雕工和还原度啊 这个东西跟时间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 只不过是考验一个原形式的雕刻功力了 那当然了这两款模型 因为相隔了大概十几二十年 所以在这个玩具的工艺上 可以说是天差地别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MAC法兰这款 因为这两款模型呢 我之前好像都拍过视频评测 所以今天呢并不是想要特别抠一些细节 MAC法兰这盒子呢 很大 而且它还有一些 他们这个moviemaniacs的同系列的一些作品 上面还有一个镂空设计 里面呢 就这样子 它已经开始发黄了 时间是太久了 还有一个说明书之类的东西 它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宣传画册 里面都是 这个电影发狂系列的人偶 看一下 这些人偶你都有没有了 其中有一些我是有的 这个回合了 我是回合了 那看一下他 这个呢 以前的电影发狂系列 他会闲人没事干 给这么一个大背板 其实这个背板我觉得可以完全不需要 因为他这个装饰效果呢 还是比较差的 他这个喜字啊 很马虎 而且上面的这个细节雕刻啊 也是马马虎虎的 感觉随随便便啊 这个学过一点点雕刻 有一点点功底的人 都可以做着比这个好一点 因为他这个确实是看着非常马虎 但他这个形式感还是有的 后面一个booster 现在我们的模型里面很少才能见到这种背板了 因为他需要费很多的料 但是效果呢 也一般 后来 麦克法兰呢 也就取消了这个东西啊 把这块料整下来 还不如给点 还不如给点配件啊 是吧 然后看一下这个Chucky 还有他的新娘Tiffany啊 我之前回合回的很细致啊 先拆开 OK 这个Chucky的还原度 我觉得还可以啊 还是还是不错 没有 没有以前麦克法兰 有的时候啊 他的这个老货 老款 他会感觉随心所欲 这这两款我觉得还行 在这个细节雕刻上 还有还原度方面呢 还是用了新的 配件方面就比较少了 就是这个一个香槟 这是一个香槟吗 还是个什么东西 这个我对酒没什么研究啊 不知道 然后还有一把这个水果刀 当然那就是一点东西 水果刀可能是Chucky的 Chucky不知道能不能拿得上 因为这个模型啊 非常多年了 我也不太敢去 怎么把玩它了都 我怕把它给弄坏了 看看能不能拿得上去 这样子啊 哇 他这个邪气的感觉啊 还是有的 很很很斜近啊 他整个呢都是 泥雕刻的 看出来雕刻的时候呢 还是很用心的 当时车这个玩具呢 还是很有分量感的 拿在手里坠坠的感觉 啊 Tiffany的衣服呢 这里是一个软胶的分件 下面有非常细致的袜子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袜子 一会你就知道 这个袜子把耐卡玩爆 可以说是玩爆耐卡 但这款 这这套模型也就是只有这么两个配件啊 一个这个香槟酒 还有一个刀子 然后这就是一个背景板 我感觉呃 配件方面确实还是少了一点 不好意思啊 刚才视频里面说错了一个地方 就是他不仅仅是只有这两个东西啊 还有这么一个雪茄啊 太小了 我刚才给露了一个烟啊 这应该是Tiffany的烟吧 内包就长起来 那么耐卡这款 那是新的吧 我真的超级喜欢耐卡的这个啊 我可以看一下 今天出打一个对比 耐卡 Charky 还原度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高 我特别喜欢耐卡的Charky 耐卡东西抠的真的非常细 然后 然后 Tiffany Tiffany的整个的这个jacket都是仿皮的材质啊 这个气质拿捏的是不是特别冷 调整一下这个灯光不好意思 调整一下灯光 看 看得清楚一点 然后 这个 耐卡还有 还有这个替换头啊 只有一个Charky替换头 没有提分的替换头 怎么看得清楚一点 这样子 这样子 替换头 ok 然后这个配件的部分 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了 其实这个 特别 讲的特别细的 因为是上次回的还蛮累的 还有两包这个 担走器 他是怕这衣服烂掉 刀子 水果刀一把 带锯齿 菜刀一把 Glock一把 还有这个 Macloff一把 还有这个项链 真练子 所以在配件方面呢 还是耐卡的比较 丰富 就可玩度啊 更高一点 买法兰的 买法兰的 因为这个确实 年代比较久远 你看他在这个做工上面 同样是这个菜刀 是吧 你看耐卡的这个菜刀的感觉 还有麦克法兰 他是 确实差距 还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刀子 小锚钉特别小 中间耐卡是还有分色 那个法兰就没有了 这耐卡可以说 在这个七寸领域啊 已经无人能敌 啊 看看这个细节 久的细节啊 我们看一下人偶 人偶部分 Tucky 本身的这个比较 两个size 不太一样 这个麦克法兰的好像要 高一些啊 高了大概半寸 差不多 嗯 对一点点 然后大的一个号 然后麦克法兰这个呢 是直发 在这种尺寸的玩物里面 玩直发 确实不太容易啊 他这个直发效果呢 会给人一种非常真实的感觉 就是在 因为在电影里面也是一个小娃娃嘛 所以说这个娃娃的这个头发的感觉啊 一直发就出来了 而且他这个整个面向啊 非常凶恶 按在细节上面 还是 耐卡的还原度会更高一点 他会更注重于这些啊 stitches 啊 眉毛的位置 哎 卖里面 麦克法兰在这款没有眉毛 嘿 没眉毛 orterki应该是有一点点眉毛的吧 啊 这个茅 faire 耐卡这个有这个stitches 还有一个像这个定书机一样 麦克法兰这个只有定书机的定了 他没有这个缝合线啊 没有没有缝线 确实在这个细节的处理上 能看出来耐卡是更 注重于还原他的每一个小细节 小细节都非常到位了 这个侧面差的比较多一点 侧面觉得哪一个更更像 我觉得还是耐卡的更像吧 耐卡这个不仪确实太牛了 我太喜欢耐卡的不仪了啊 耐卡不仪在这个处理这个伤这个 伤口怎么是战损的方面啊 他力求于还原每一个洞洞 麦克法兰这个衣服的雕工呢也很棒 我麦克法兰上面还有一个切面关键 但是呢他因为他有切面关键 他破坏了这个衣服的整体性 衣服的整体性上还是这个不仪的更好一点 当然麦克法兰的这个可动呢 也就是全都是切面啊大切面 这有没有切面啊 有些地方处理的有点 有点粗糙啊 比如说这个地方 这个接线和线有点粗糙 但他整体的这个手感还是很不错的啊 1999年啊 1999 这个25年前的作品啊 我都算数没算错了 那么奈卡的这个应该是2023年的作品 好像是也不就是2024年这个我不太记得了 面卡上面有脏的洗字啊 鞋子的刻画鞋子方面 嗯 奈卡的细节啊 确实是更多一些啊 他上面的很小的小细节都有了 麦克法兰就是走一个大概啊 他大概的这个条在这在这啊 就做了一个大概 但是奈卡把他的很小的小细节 全部都刻画出来了 这个非常疯狂的我已经 哇 哈哈哈 ok 那当然奈卡的这个可动向会更好一点 他的关节啊 关节各个方面他还有一个球星的 这个 他手腕啊你可以可以转 腿也可以抬也可以分开 所以说这个可玩性啊 麦法兰呃呃 那卡这个会更高一点 麦法兰这个最多也就是个雕像吧 半雕像看就只能 很简单的动一动 啊 画上这个风格有点不太大 哦这两个这两个头雕应该是一个还原一个同一个表情吧 大家看一下同一个表情的还原哪一个 更准一点呢 我觉得还是奈卡的更准一点 还是麦法兰这一口牙涂都不错啊 这个牙之间还有这个渗线效果 那卡这个渗线呢也有 但是稍微弱一点啊 稍微弱一点啊 稍微弱一点 好啊 张卡作品都是很不错的 雕刻都很不错 但是奈卡确实还是更还原 还原度更高 ok我们再看一下tiffany tiffany 我觉得tiffany的这个皮肤的感觉还是奈卡的颜色我感觉更舒服一点 这个麦克法兰颜色呢感觉更像个娃娃啊 感觉更死气沉沉一点 比较圣人啊 比较圣人 比较圣人 还是还是很好的啊 嗯 在手的刻画看看看看这个小手啊 这个小手 手的刻画都还不错 衣服的话 tiffany的衣服啊 衣者 还有他这个皮衣的感觉啊 雕刻的很好 你这样感觉好像是真的穿了一个皮衣一样 其实是雕刻的 所以他这个机理 他这个质感的塑造还是很不错的 当然如果说真实感呢 当然还是真的仿皮更能突出这个真实感了 这衣服这个合身的感觉 还有可以随着这个身体 贴合的感觉啊 麦克法兰会更好一点 哦 奈卡有这个真实的拉链 tiffany的某钉扣啊 奈卡的扣子都是真的 看一下 奈卡这个作品真的是疯狂 衣服做的非常细致 头发啊 tiffany 奈卡是雕刻的 而麦克法兰是直发 觉得哪一个更像 其实我也觉得奈卡的tiffany好像有一点 不知道哪说不上来有点奇怪啊 但是也不算太差啊 胸前的这个charky charky的这个tattoo 哦 奈卡这个charky上面有一把刀子啊 一个knife 这个上面没有knife 啊 just a heart 这个是bleeding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重头戏了啊 呃 衣服里面啊 大概就是这样子 呃 耐卡的这个texture呢更清晰一点 麦克法兰呢相对而要模糊一点 ok 裙子下面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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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dear lord 呃 我也不是说nica的呃 这个这个袜子不好啊 那是他感觉 嗯有点松垮垮好像也不是很贴合 呃 我不知道电影里面他这个袜子是这个大孔吧 还是小孔吧 我想不起来了 呃 这个时间太久了 但是呢 这个贴合度确实 麦克法兰的贴合度会更高一点 而且他这里面有一个这个 heart这个新的这个装饰的圈圈啊 啊 耐卡这个没有 耐卡这个没有圈圈 no 没有 嗯没有 啊他们都穿着黑色内裤啊黑色内裤 呃 麦克法兰的这个丝袜啊 他是裁剪好了以后 呃 贴合度还是更高一点 但是还不还原电影啊不好说 那个 呃 耐卡 耐卡这款好像 动动有点散 我我我我感觉这个好像太软了一点了 他这个可动关节啊 因为他可能要照顾可动 所以他这个袜子弄的 就比较松啊 这不好说 不知道不确定 呃电影里面长什么样子啊 鞋子的刻画 啊 麦克法兰这个有这个 啊 glossy感觉啊 这个耐卡就是一个没有 没有这个 他是一个哑光的 而且他这个肉色 关节 肉色关节 我觉得处理的并不好 他应该用黑色怎么用成肉色了呢 鞋子鞋底的刻画 鞋子的细节刻画 鞋子的细节刻画 鞋子的细节刻画还是耐卡更好一点 啊 啊 可玩度上来说 Tiffany 奈卡的Tiffany 他还有更多的可动关节 所以说他可能 在可动性上来说 这个可玩性上来说 会更高一点 哦 他这里面的关节 你可以看一下 他这里 上笔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关节 啊 这么小的素体做这么细啊 奈卡 确实给人一种 不计成本的感觉 啊 就是 可以把能给你的东西 全都给到你 麦克法兰啊 很多年前的作品 也不算很长 哦 麦克法兰的项链 是一个真链子的项链 他这个是一个单独的分镜 上面写着这个Tiff 奈卡的这个是 雕刻的 各有千秋啊 这是讲细致的话 还是奈卡更细致一点 毕竟是20多年之后的作品 确实拿出了奈卡最强的雕工和诚意啊 好 好了 那么今天的视频呢 就是这样 我们 把他们几个放在一起看一下啊 几个放在一起看一下 啊 Turkey 那么你们觉得 这个是麦克法兰 做的更好 还是奈卡做的更好呢 好 咱们下次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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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